竹子怎么做成鞋 笋子为什么用针条 野生的蜜蜂如何引回家 我们这个水是一种蓝庄家 说穿了就是一种蓝庄家 古老的树种上开的是什么花 它的学名叫拱铜 这个也是被称为活化石 富吉尔的鱼头里藏着什么宝 鱼头里面一个骨头 像一把宝尖一样 本期乡土一起去四川省迎京县的周平瞧一瞧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本栏目 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在四川省雅安市银京县的龙苍沟镇 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周平 那里多雨多雾 山上的植物茂盛 这个鸽子花啊尤其有名 在那儿除了鸽子花住在山里的人们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特别的吸引人 有些美味 说实话 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周平 它包括了发展村的十几个村民小组 瓦屋山部分范围 以及龙苍圆等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内的区域 充沛的降雨量 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使周平一带的年平均气温在二十摄氏度左右 非常适合野生动植物的生长 而这里最常见的就是竹子了 今天一早 沈和平就披着缩衣上山挖笋了 虽然没有下雨 但是早上露水很大 人们还是会披上缩衣 防止衣服被打湿 大山就像人们的菜园子 好多菜都可以来山上找 竹笋是山上很常见的 有的笋子可以直接炒来吃 有的可以处理过后做成笋干 沈和平最拿手的针条笋 就是用晒好的笋干做的 用针条成细丝的笋子 口感爽脆像金针菇 又开胃住时容易消化 虽然这道菜非常耗食 两小时才能做一份 但配上特制的调料 味道非常鲜美 为他经营的农家乐 吸引了很多客人 一个客人是远近客人 他是一个月至少来吃两次 今天都来吃了这个 他非常喜欢的 就特别来吃这个菜 随着近几年乡村旅游的发展 周平地区有很多人开启了农家乐 沈和平也不例外 原本在深圳做文员的女儿 也辞去工作 回家和母亲一起创业 其他地方的人 就是工作很累的情况下 花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会开车到这里 就为了住一晚 然后吸吸这里的氧气 就为了这里的环境 为了这里的生态产品过来 那我为什么不在家里面发展 所以中国考虑了这一些 然后加上如果我回家发展 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 然后相对之前的话 就是优点是很多的 所以经过考虑三年之后 就决定回家 发展这个旅游产业 然后开了这个农家乐 和家里面一起 如今小小的发展村 有十几户人家都开启了农家乐 每逢节假日 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为了让客人记住周平的美食 村民们不断在提升厨艺 既有原汁原味的农家菜 也研究了很多新菜品 真条笋就是沈和平家的招牌菜 他将调好的笋子摆成了圆形 寓意圆圆满满 配上特制的红油调料 更是希望大家的日子 能够像这道菜一样红红火火 除了像沈和平这样 挖笋子用来做菜 当地还有人会砍竹子来做鞋 我们听说过草鞋木鞋 但极少听说过用竹子来做鞋的 可这位来砍竹子的王二婶说了 她以前都穿竹子做的鞋 做竹鞋要选取细长匀称的竹节 大火竹软 再用特制的工具把竹子扯成丝 扯竹丝一般是男人的活 要趁热把竹丝扯得薄厚一致 还要速度快 不然竹子凉了 扯竹丝就更费劲了 扯好的竹丝晒干以后 可以搓成绳 人们就是用这种竹绳来做鞋子 过去人们生活条件有限 又要走很多山路 草鞋穿不了多久就会磨破 竹鞋则要耐穿得多 不接着 穿着舒服有两天 还有不摄 有没有摄起 还有海藻子铁把打了 丁丁 穿起后是走这个 坑了坑了 我两只拿会这个 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 很少有人穿竹鞋 但老一辈还是会做一些 来周平的游客 有的会买几双带回家 仅靠打竹鞋 王二婶一年能赚两千多元钱 虽然不多 但也能补贴家用 村里的几位阿婆 也把这当成一种乐趣 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 打打竹鞋聊聊天 有时候还会一起猜猜当地的谜语 生在青山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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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嘛 大回家中就把鱼挖了就挖挖挖挖挖挖 有块人呢就喊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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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不过人们还是最喜欢用竹笋做菜 王二婶最拿手的是用竹笋干腊肉做成的玉米馍 乡亲们爱吃 外地游客也会经常买一些带回家 即使王二婶家里没开农家乐 平时靠打猪鞋做玉米馍 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笋干腊肉炒制的馅料香而不腻 配合玉米面的粗纤维 营养又健康是地道的农家味 这种馍在当地也叫芭巴 因为玉米活的面很软 一般要先贴在铁锅里烙一下 定了行再拿到火炉里慢慢烘烤 这样烤出来的馍外酥里嫩 连小猫都被香味吸引过来了 当地玉米面做成的 口感很酥 自己很脆 脂肪也很好 简单的玉米馍看起来朴实 吃起来扎实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周平地区气候宜人 是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村民们改造了屋子招待客人 旅游旺季一到就全部被订满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因此变得格外热闹 除了美食让人流连忘返 这里的景色也吸引了好多人来游玩 每到花季来临有一种特别的花 会大片大片的开放 这种花是一千万年前幸存下来开的 共同树生长在海拔一千五至两千二百米的 湿润落叶阔叶混焦林中 它的花有一对洁白的包片 风吹过像鸽子在随风飞舞 所以当地人都叫它鸽子花 也是被称为活化石 属于是历史比较久远 年代比较久远的 这个保存下来的一种植物 也是国家一级的 有拱铜树的地方不少 但像龙苍沟 周平这样 成规模的拱铜林却不多 它实际上还是分布的比较广 除了四川以外 像在湖北 湖南 贵州 这些地方也还是有 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区域 它就是要要求可能就是 一定的海拔 一定的潮湿度 包括一定的这种气候条件等等 这些才能够比较适合它生长 周平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使这里物种资源丰富 除了珍稀的鸽子花 还有杜鹃花 广东石虎等多种花卉 这些花不仅吸引了很多人 更是吸引了很多蜜蜂 村民们为了能吃到蜂蜜 他们用蜂筒将蜜蜂引下山 家家户户都开始养蜂 周游家的蜜蜂最近要分家 刚开始学习养蜂的他 请长辈来给瞧一瞧 周盛昌家里世代养蜂 他很了解蜜蜂的习性 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察蜜蜂 你看它飞得好好 它真是说今天有降蜂子了 它的外响痛 从山里引下来的蜜蜂 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育 蜂群扩大到一定程度后 会产生一只新蜂王 老蜂王会带着一部分公蜂 寻找新家 蜂蜂一般会在中午开始 但今天早上刚下了长雨 温度较低 蜜蜂怕冷 所以暂时不会分家 趁着雨后的湿木头容易敲打 人们会制造新的蜂筒 木桶养蜂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野生蜂群一般喜欢在树洞 盐缝等防蜂壁语处建造巢穴 人们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一规律 便制作了圆形木桶来吸引野蜂筑巢 久而久之从一桶分成十几桶 这些野蜂被殉养成了家蜂 与人和谐共处 后来人们发明了方形蜂腔 可以大大提高蜂蜜产量 但这里的人们还是保留着 传统的圆筒养蜂法 这是为什么呢 冬天它用的皮厚 它就是保温的 热天它是善良的 它这个我们团的团的 包都有这个抹皮的那个东西 是相当通风的 但是又不通光 所以蜜蜂喜欢住的 蜜蜂就最喜欢住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墨 这个是窝筒树 炮筒树 我们这个地方就称为它叫炮筒树 为什么用这种树来做这个蜂蜂 这个蜂蜂它没头泡 而且它有保温能力相当强 它来做草的时间 它可以直接粘得稳 挖好了以后 蜂蜂就直接粘在里面 它自己粘了 这个挖好了之后 还要做什么处理吗 还要用它 它自己产的黄了 黄了就是蜜蜂的那个草 我们把它熬化了以后 然后把它倒在里面 做的草 它就相当于我们修房子 把鸡绝给它修好了 然后它来自己来建筑在上面 就这个意思 虽然圆筒蜂蜜 每年一桶只能产15、6斤 产量很低 但含糖量高 口感好 很受欢迎 过去养蜜蜂的人少 山里的人会背着蜂蜜 到镇上换米吃 一斤蜂蜜能换5、6斤大米 现在养蜜蜂的人多了 但蜂蜜却供不应求 一斤能卖到100多元 它说一只山上的白花 起码是像白中文花的花蜜 它凉出来看它的颜色 其他蜂蜜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山上有很多黄白花 或者二肚蜜花 鸽蜜花 各方面的花蜜 做出来的 口感相当好 你们都真的不错 你们不相信每一个人来都可以上呀 新鲜的蜂蜜有很多种吃法 当地人最喜欢用蜂蜜来做肘子 肘子用这种蜂蜜煮出来 口感相当好 若扣饭很舒服 必须要用蜂蜜 别需要用蜂蜜煮 用其他东西都不能代替 而且别需要用蜂蜜打下里面的蜂蜜 煮出来口感才好 取出来的蜂蜜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捣碎过滤之后再试用 蜂蜜酒是当地家家户户都会酿的 用寒花粉较多的蜂巢泡制而成 口感清甜 有花香的味道 这蜂巢泡的酒 平时一般累了的话 都要多少喝一点 喝完一身轻松 泡好了蜂蜜酒 周游向婶婶送光辉 学习制作蜂蜂蜂蜂子 为了让蜂子更加入味 要用小火煮 煮好后趁热抹上蜂蜜 但刚取出来的蜂蜜不能直接抹 要先处理一下 将蜂蜜和白酒充分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涂抹在煮熟的蜂子上面了 蜂蜜中的蛋白质让皮肉更有弹性 不仅可以中和脂肪的油腻感 还能给肉皮上一层漂亮的颜色 热油的高温会把蜂蜂锁在肉皮上 炸至微焦迅速用冷水降温 这样再上锅蒸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 最后一步就是将葱姜蒜辣椒等调料 炒成酸甜可口的料汁 浇在蒸好的蜂子上 这道蜂蜂蜂子就完成了 虽说普通冰糖也可以制作这道菜 但山蜂蜜的独特香味却无法替代 这不仅是蜜蜂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更是养蜂人的智慧结晶 亚安地区有三亚 亚鱼 亚女 亚鱼 作为亚安地区特有的鱼 亚鱼也被称为家鱼 生活在水流湍急的河段 生长非常缓慢 四年才能长一斤 它的味道非常鲜美 要用银鲸特产的黑砂锅炖出来 才较为正宗 这个砂锅是我们银鲸的特产 它煮任何东西 高汤之类它能够保温 而且保温的时间相当长 那冬天的时候 比如说最冷的时候 它可以把这个菜的温度 保持的时间要长一点 而且汤子很宣美 宋光慧是银鲸人 曾经专门学过做川菜 但忙碌之余 它会热心地把手艺 交给村里的年轻人 相传女娲在捕天时 将一把保渐落入江中 化作雅鱼 所以鱼头中会有一枚 酷似保渐的骨刺 这成为了人们 鉴别雅鱼最常用 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雅鱼的吃法有很多种 砂锅雅鱼是最传统的做法 可以用豆腐白菜 来搭配鱼汤的鲜香 也可以加入竹笋 土鸡 猪毒等辅料 让口感更加丰富 经过砂锅的高温炖煮 鱼肉的鲜味 会完全融入汤中 很多人念念不忘的 就是这一口美味的鱼汤 由于亚裕难得 所以像砂锅雅鱼这样的菜 比较名贵 现在也慢慢进入了 普通人的生活 周平除了著名的砂锅雅鱼 还有一道特色菜 也成为了村里很多人的拿手菜 眼前这个看起来 像是倒衣橱的棒子 可不是用来洗衣服的 它是专门用来做菜的重要工具 用棒子敲击刀背 所切出来的鸡肉均匀一致 皮肉不离 刀刀剑骨 棒棒鸡因此而得名 棒棒鸡由于刀工考究 风味独特堪称一绝 常常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必备菜品 我们这里以前是在县里面去买的 后来大家都学会了 我的刀工也不是一天两天学的 以前在那边 在周济祖传棒棒鸡那里学的时候 前两个月就敲棒子 能够切出这样薄厚均匀 又带骨的肌肉 不仅需要刀工精湛 在主机的时候也非常讲究火候 一般为七八分火即可 这样煮出来的鸡肉熟而不烂 骨红而不生 吃起来口感尽到香而不腻 如今棒棒鸡已经成为了这里的特色菜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练出如此烤旧的刀工 但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从以前要到县城里去买来吃 到现在吸引城里人前来品尝 这是村民们不断学习的成果 也是周平能够留住客人的一个原因 除了像雅鱼棒棒鸡这样的特色菜 人们还很喜欢山里的野菜 不下雨的时候 大家都会背起背搂 上山找些野味 这是红龙包 山里人都喜欢踩它回去做菜 一般是蒸的爆草 或煮了凉拌 这个是鱼心草 我们喊它煮别供 它有手用夹子和游用夹子 双重供下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只要有足够的经验 就能在山里找到天然的食材 龙包也叫刺嫩芽 有着树人参的美誉 它的再生能力很强 采摘后很快会再次生长 类似北方常见的香醇 但是比香醇更加肥厚 它的味道清香 含糖量低 富含多种维生素 是老少皆宜的美味 傍晚时分 人们聚在一起 分享各自拿手的美食 也是在忙碌之后 短暂地放松一下 犒劳一下自己 这些地道的农家菜 简单实惠 在劳动了一天过后 吃起来格外的香 哦 谢谢 我好想吃 好吃不 好吃味道好好吃 你看我们自己的香草 都是多紧的 这个鸡啊 好 刷一斤 这么切呢 来来来来 来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互相品尝各自的美食 不仅是交流经验 也是促进感情 发展村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野小村 到如今的农家乐集群 也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大家相互关照 相互学习 有着良好的氛围 不知不觉 外面下起了小雨 雅鱼的宝剑 也将重见天日 一方水土一方人 周平质朴的山水 滋养着质朴的山里人 他们有人走出了大山 又回到了山里 也有人离开城市 留在山村 他们热爱生活 热爱自然 用勤劳的双手 将这里建成了美好的家园 像周平这样的小山村 还有很多 他平凡朴实 保留着山村的原有风貌 也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他虽然安静 却也生机勃勃 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我们衷心的希望 他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朋友们 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 每一条留言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一只大螃蟹 一只小螃蟹 哪一只更值钱呢 一只要花到将近四十块钱差不多 海蛇身上最贵的竟是海蛇血液 它的血液是什么样的 这部分是海蛇的血液 它们所有的一切来源 隔根做成隔根粉 费食又费力 你知道它是如何做出来的吗 要不它在人就出来了 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食盐 它是怎么晒出来的 爬着爬 挑着挑 吃着推 这是元六年 十六年 还要经过二十加工 下期乡土 带您到连云港的云台山 看看那里人们的日常